川普的前法律团队成员公开批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试图推翻爱荷华州第二国会选区的选举结果行为 肯塔基州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律 要求肯塔基州参议员席位 空缺的任命必须与即将离职的议员来自同一政党 由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支持这项法案 引发了人们对他是否即将会提前离职的猜测 美国媒体报道 伊朗总统在拜登提出部分核协议的折中方案之前 就已经拒绝了拜登的提议 本周三 来自35个国家的部长参加了气候与发展峰会 但是承诺在气候变化上做出大步的中共 却蹊跷的没有出席 拜登评论认为 这是中共再次乔章做事 西方社会跟中共合作的想法或许破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希望之声TV 我是婉婷 今天是美中时间的3月31号星期三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根据美国媒体的Daily Caller今天的报道称 川普的前法律团队成员公开批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试图推翻爱荷华州第二国会选区议员的选举结果的行为 对此美国媒体的Daily Caller采访了川普前法律团队的成员 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和珍娜·埃里斯 两人都批评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推翻爱荷华州议员选举结果的行为 朱利安尼对媒体表示 佩洛西的行为又一次表明了民主党对一党专制美国的渴望 进一步的表现是乔拜登说 他不知道2024年是否还会再有共和党存在了 毋庸置疑 这就是他的政府议程 而另一名川普前法律团队的成员 珍娜·埃里斯也表示 民主党人继续表现出 他们对法治自由公正的选举和美国人民的彻底蔑视 民主党人只关心操纵对他们有利的结果 现在佩洛西可以随心所欲的挑战任何选举结果 事实上 在这次爱荷华州的选举中 共和党众议员米勒·米克斯以6票的优势 击败了民主党人利塔·哈特 而民主党候选人利塔·哈特 却一直在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中和议会上 推动民主党人要求推翻爱荷华州的选举认证 让他自己获得席位 甚至还获得了佩洛西的支持 佩洛西在近日的一次采访中被问及关于这次选举结果的问题时 他对此表示说 只是差了6票 我们的民主党候选人利塔·哈特 要求推翻爱荷华州的对于共和党众议员赢得选举的认证 而赢得爱荷华州选举的共和党众议员米勒·米克斯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对民主党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决定表示失望 并强调全国各地的支持者都对此感到愤怒和不满 对此媒体联系了佩洛西的办公室 但目前没有得到立即回应 本周肯塔基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 要求肯塔基州参议员席位空缺的任命 必须与即将离职的议员来自同一政党 对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支持这项法案 引来了人们对这位79岁的参议员麦康奈尔 是否要提前离职进行了猜测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周一肯塔基州立法机构 克服了民主党州长安迪·贝希尔对立法的否决 新的法律要求州长临时用同党成员填补参议院席位 而在这之前肯塔基州州长一直可以从任何政党中选择任何人 来临时填补一个席位 新的法律还迫使州长要在执行委员会提供的三个名单中选择一个人 由于代表肯塔基州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支持这项法案 所以引来了人们对麦康奈尔将提前离职的猜测 对此麦康奈尔本周二对此进行了回应 他说自己哪儿也不去不会提前离职 他对媒体表示自己刚刚当选还有6年的任期 自己仍然是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领袖 根据美国媒体布莱巴特新闻本周二的报道 伊朗总统在拜登提出部分核协议的折中方案之前 就已经拒绝了拜登的提议 本周一 拜登准备向伊朗提供部分制裁豁免 以换取伊朗暂停部分核活动 两位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 拜登的政府官员考虑到日益不利的日程安排 计划最快在本周提出一项新的提案 以启动谈判 其中一位人士说 该提案要求伊朗停止某些特定的核活动 以换取美国经济制裁的一些缓解 消息人士强调 细节仍在制定中 而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本周二的报道指出 伊朗已经排除了拜登的提议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位官员的话称 在美国解除所有制裁之前 伊朗不会停止20%的油浓缩相关的核活动 同时 伊朗提出的条件是 用停止一个月的油浓缩活动来换取美国解除所有的制裁 美方认为这更多是一种反击 而不是一个严肃的建议 截至目前 这也是伊朗第三次拒绝美国提出的新核协议和国际制裁谈判的提议 而事实上 拜登政府一直在寻求与伊朗双方恢复遵守核协议进行谈判 根据该协议 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以换取对伊朗核计划的遏制 使其更难发展核武器 拜登已经采取了几项措施 但往往是以牺牲美国盟友为代价 吸引伊朗重新加入谈判 但迄今为止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本周三 来自35个国家的部长参加了气候与发展峰会 但是承诺在气候变化上做出一大步的中共 却蹊跷的没有出席 外界评论认为 这是中共再次乔章做事 西方社会跟中共合作的想法或许破灭 这次会议的主办方英国表示 他们邀请了中共政府参加此次活动 但中共官员却没有露面 在这次国际性大会上 美国 欧盟 印度等大国都出席了 但中共的缺席引发了关注 在美中的阿拉斯加会谈之后 中共与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 加拿大和欧盟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欧盟 英国 加拿大和美国 对中共侵犯人权的官员进行了制裁 而中共也对欧美 英加各国官员进行了反制裁报复 还对抵制新疆棉花的外国品牌展开了全民的抵制行动 不过目前 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表示 虽然要捍卫人权 但也愿意在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领域 同中共进行积极的接触 拜登政府甚至发出邀请 希望习近平出席在今年4月下旬举行的国际气候会议 这也是拜登上任后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气候会议 对此彭博社在今天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指出 在过去的一周 中共和西方世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制裁后 这表明西方社会要实现跟中共合作这一愿景 在现实中是多么的困难 文章分析说 西方社会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因为中共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越来越大 例如 中共现在的红线是什么 新的打交道的规则在哪里 彭博社的评论说 中共对西方社会的一次又一次的报复 只能是帮助西方社会更加认清中共的本质 彭博社对此分析认为 本周三 中共出人意料的决定 不参加气候变化会议 这可能又是摆出一副姿势 就好像美国最近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会议时 中共的杨洁篪在镜头前大骂美国一样 一旦摄像机关闭 杨洁篪就跟美国进行了有意的 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的会谈 文章还说 中共的一些戏剧性的表演 是为了国内观众准备的 因为中共当局经常利用通过官媒 引发所谓的爱国反应 对此 独立评论人士唐靖元表示 中共善用阴阳两手 这种手段是中共长期就在使用的 其主要方式就是 中共经常会在公开场合 反常的高调凸显自己的强硬 如何的绝不让步 这是中共的羊的一手 目的就是做给全世界媒体看的 等于是舆论公事 但一旦转到闭门会议的私下场合 中共往往就会立即变脸 大把的奉送各种大礼包 总之让对方惊喜之余 还以为中共只是要面子而已 于是就顺水推舟 答应了中共的条件 这就是中共阴的一手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打开小铃铛 您的订阅和转发 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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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